會受到蠻大的一些威脅 會有很多威脅 我覺得會跟加沙走廊很像 因為就是會有更多的火箭射進以色列 射進加利利這些人 大部分住在北邊的人 都是好像比較種田的農民 然後他們在那邊其實常常會有很多的這些火箭 其實往他們的那些土地會火箭射進來 這樣子北邊有這樣子的威脅 再往下一個 在這邊就是你最近也有聽過 聽到俄國剛從西利亞剛離開 然後離開之後現在是聯合國的軍隊 現在進到那個地方 原本他們也原來就在 可是我忘了是幾年前他們因為被那邊的人抓 就是hold captive hold hostage他們就逃了 這樣子現在他們就原本是不敢回來 現在他們至少派了一些人回去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主要的負擔其實還是只想要 比較想要為這個北邊的這個地方來禱告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神把一個負擔放在我心裡面 我覺得這個北邊在這個時刻 需要祈禱 所以我們會為這個禱告 那再往下就是以色列的東邊 所以有蠻多不同的恐怖分子的這些 恐怖分子group 恐怖分子group terrorist groups 在他們的這個東邊 那就是有 就是Islamic Jihad 基本上也不是一個 It's not a group 可是他們是 就是還是會有因著阿拉的原因 他們會自殺 然後就會做suicide bombing啊等等的 然後還有哈馬斯也在那個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回教徒的一個set 叫the Fatah 所以這個三個他們 雖然會 有時候會彼此打 可是 主要是他們還是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 他們就是恨以色列 然後他們也是 要把猶太人毀滅 那再往上一點 你也會看到有Isis 有Yung Islamic Jihad 還有Al Qaeda 其實都在 在以色列的這些borders 這個地方 特別是他們的東邊 那東邊這邊有什麼保護以色列 我們看一下往下一眼 就是 約旦 約旦 河谷 約旦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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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這個地方 哈利利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一個非常高的一個 protection 就是其實是一個hill 那 其實 可以再往下一點嗎 對 有一個 有一個 其實在這個圖片裡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是底 然後往上就是一個山 那 其實這個是1967年之前 他們有的這個 這個lamb 其實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West Bank 那 他們是1967年之後 才 有這塊地 那 如果 他們就是很多人在討論嘛 就是為什麼 你們 沒辦法把這塊地 就是 在 還給這些人 那很清楚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如果他們做的話 那恐怖分子就是很容易可以 跑到這個山上 他們跑到這個山上的話 他們的火箭 基本上就可以射到 以色列 城市最多 最多人口的一些城市 Tel Aviv 然後甚至 很重要的一些 地點 例如他們的飛機場 Tel Aviv的飛機場 基本上 以色列重要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他們如果 回到之前的那個border的話 他們的人 也都受到很大的一些威脅 所以 這是一個大理由 為什麼他們不能回到 下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 這個地方就是 有很多重要的地方 Jerusalem Ashdad Tel Aviv 還有 內坦亞 好 這下一個 OK 那這也是等一下 這個影片裡面 你會看到的 這也是那個 耶誕 河谷 耶誕河谷 這個就是耶誕河谷 那你就可以看 其實從下面到上面 基本上 你不能 其實走過 很難 你有坦克車 你也沒辦法爬這個山 你知道嗎 其實只有 基本上只有三到四條路 讓你可以從 約旦河谷的這個地方 走進 以色列 所以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 這樣也是很重要 如果他們把這個地方 如果他們把這個地方 失去 那 然後 以色列會有很多危險 好 往下 好 那在 加沙走廊 這個地方 大家也記得 兩年前 發生的事情 就是 這個地方 他們有 那個 哈馬斯 他們 他們 他們就用那個火箭 就不停地一直在射 以色列 那以色列人就 必須進到那個地方 就是 防他們 射這些火箭進來 那如果你記得的話 哈馬斯 他們那個時候 就基本上會在 人 人口多的地方 射這個火箭進去 那以色列 當然是基本上 他們不希望 害到那些 住在加沙走廊裡面的人 可是 他們是故意在人多地方射 這樣子 如果他們 以色列人又射他們回去的話 他們會殺 innocent civilians 新聞就會報導說 你射這個火箭進到加沙走廊 你只是想要把那些 住在那個地方的人 弄死 然後就會有很多的 political pressures 其實是哈馬斯的一個 strategy 那 哈馬斯 除了射火箭以外 他們也會挖 tunnels 地道 地道 隧道 隧道 地道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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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這個只是已經被發現到 他們現在到今天為止 還在一直在挖 還在挖洞 然後 其實基本上 一個要把一個蓋起來的話 是 三百萬 三百萬 挖一個要花三百萬 然後需要 35個卡車的 construction material 才能把它蓋起來 那你就基本上也知道 這個 把這個挖成功的話 也不容易 可是也是很大的一些威脅 因為大家也記得 2014年的時候 我們不停的在為他們的 以色列平安禱告 然後 我們很多時候就會 祷告求神 就是攔阻這些洞 就是 沒辦法被使用啊 等等的 或者被發現 那 感謝祖 我覺得神也是 一直在全心祷告 現在 大家也知道 Iron dome是什麼嗎 對不對 就是 他們現在也會 一樣 就是 就是 above the ground 有一個 Iron dome 他們現在有一個 Underground Iron dome 他們正在發明 就是能夠 發現哪邊有洞 哪邊挖了這個 隧道 地道 地道 挖了這個地道 然後 他們就可以 攔阻這些人 把它蓋成功 所以 你就也比較知道 北邊 南邊 你看 北方 北邊 東邊 南邊 他們受到的威脅 然後這個就是基本上 如果他們有不同的火箭的話 他們能夠射到的距離 那就是最基本的話 就是 這一個 可上 他們還有不同的名字 就是 第一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就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到這邊 然後第四個 基本上 全影聲音都可以射到 這樣子 如果武器 這些武器 被拿到這些 就在加塔走廊的 一些恐怖分子的手中 他們基本上 也是可以 攻擊 也許有蠻多的 所以 我覺得我們為他們 平安祷告的時候 我們也比較值得